我在网上最近这样类似的一个视频非常火爆 讲理财如何合理地规划自己的收入 让自己呢在尽量节约节减的一个情况下去存款 两个视频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是头条上刷到的 说一个女的呀 她是一个单身女性 没有找对象 一个月收入9000块钱 但是呢她一个月只花500 她记录她每天都在吃啥 然后呢一天三点一线的这个日常规律是什么 还有一个女的那在抖音上就更火了 那点赞就相当多 她是计划在30岁之前呢存够300万就躺平了 她说她老公呢一个月两万多块钱的收入 她是一个全职妈妈 她带俩孩子 然后孩子的玩具呀衣服呀 都不是她自己逛街去买的 而是亲戚朋友呢用过这些旧的 就在讲嘛 完全理解不了现在年轻人超前消费 然后呢她就计划 他们现在已经存了200多万了 还差不多 然后300万以后她就计划 完全可以放心躺平了 一个月的利息就足够她家庭的日常开修了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特别是成年人 不当家不止拆米油盐柜 这么多年过来 我自己深知 我自己给自己算过一本账 最少没有低于一万块钱开支的那种情况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的开支也不算是很大 就是两个人就两部代步车 孩子上高中 有的时候还得需要给孩子找一对一 吃的也不是太好 就是日常的吧 老人也基本上用不到我们 然后偶尔我给我妈点钱 我们回老家可能要买点东西 就是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们还没有房贷的一个情况下 就得开支一万块钱起步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孩子也不需要一对一辅导 他们的孩子以后上大学也不需要费用吗 或者他们家里就有可能完全一帆风顺 老人就不可能生个病长个歳的 我觉得是完全做不到的 三百万存款的一个利息 能够保证家里日常开销 而且是在短期之底 人民币没有快速贬值的一个前提下 在十年之前 你一个肉夹馍花多钱 我才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 我买一个肉夹馍是一块五 现在一个肉夹馍都得六七块钱了 这个钱现在有多不值钱 所以说你拿现在 从口三百万去预料未来的 三十年或者说四十年 我觉得就有点根本就不够客观 它能不能跑赢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 或者跑赢人民币贬值的这个速度呢 就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来说的话 老百姓现在 他都没有这个消费的动力 这个钱活得紧紧的 国家他是不鼓励这么行为的 他一定会为了刺激消费 不断地在降低存款的这个利率 年存款利率 现在都已经到一点多了 一点八一点七几 什么意思呢 原来存一万块钱 一年三百多的利息 现在存一万块钱 一年一百八 我们很有可能会出现 像那个咱们的邻国日本 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们现在存款不光没有利息 还有问你反向收这个管理费 如果你能够存给三百万 当然你已经跑赢了 你身边可能是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龄人了 这个是为名之一的 前来我看了一个数据 就我们身边很多成年人 有五十万存款的 都是很少很少的 大部分人都是负债的一个局面 所以你能够有能力存给三百万 你已经是非常非常吸手的了 但是呢 你想靠着三百万就以后 可以一事无疑完全躺平 那是绝对不现实的 除非你是这辈子 啥事也不遇到 而且呢 你就撞了大运了 你投的这些基金和理财 全部都是在挣钱的一个 谁敢保证 谁敢说呀 真正的理财大师 也不可能说 我不卖基金和理财 全部都是稳赢 不可能的 这根本不现实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